和乐而住 世界史告诉我们 种族歧视 肤色隔离 宗教狂热 政治垄断 和财富迷恋 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痛苦和麻烦给这个世界 并且以残酷的手法 奪走了无数的生命 这些事件并不曾对和平和安乐 有任何的贡献 那些渴望权势 财富 和被妒忌心所麻醉的人们 常常制造麻烦 和试图以胡言乱语 得罪他人 来到强迫人相信 他们的残酷行为是合理的 我们正住在一个 人事上贸合神离的世界上面 如果你要和乐安居 在这个世界上 你都需要让人家和乐安居 这样你才能够使这个世界 成为一个值得有生命的个体 除非你能够调整自己 使生活根据这些崇高的原则 否则你又想能够和乐安居 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能够通过祈祷 来稀奇快乐和和平 会从天而降 如果你的行动 都是根据这些道德原则 那你就能够创造 你自己的天堂 在这个世界上 不然 你都会在这个世界本身 见到地獄之火 由于不会根据 这些自然的宇宙原则来生活 当遇到麻烦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埋怨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 都尝试调整自己 而不去埋怨和批评他人 这样我们就能够享受 比一些人想象中的天堂生活 更愉快的乐趣 创造一个天堂来赏善 或者创造一个地狱来罚恶 是没有需要的 善和恶都有不可避免的 报应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信仰在这方面 是无关重要的 由于明白这些道理 有些人对他人的快乐和进步 已经产生了同情和宽容的态度 现在 你能够了解我们 为什么要使生活道德化了 在另一方面 你需要明白 帮助他人过道德化的生活 其实就是帮助你自己 而自己的道德化生活 也都同样能够帮助他人 这样做法 是你帮助社会国家的福利 最崇高的方法 我们生活 工作和做梦 每个人都有他的小计策 我们有时笑 有时哭 就这么样 让日子消逝 他的表演 他们共度和历了 全部人都未经许 有一分的 两人都未经许 说 你会对付出等于